欢迎订阅继续收看福音台风新闻 别宿有机会投靠顿孙年龙平常是对台风公业活动的真着心 出自出力来出现社会安和努力 所以今年再度计算全国这一位综合团体 这是孙年龙年萨第六年第六这项音乐 另外除了资争公业活动以外 孙年龙对体育活动也很重视 经常办理运动比赛 这会让他们日算今年的继续体育团体 可以说是相互联盟 投靠顿的综合信用中心孙年龙 建廟已经有两三百年的立宿 兴会奉行 廟墙古年以来 为了会有妈祖的主比进行 这一期投资国众的公业活动 遵守社会国家的困境 今年孙年龙再度日算全国继续的综合团体 这是孙年龙年萨第六年 得到这项音乐 我们在上星期有去实陆来进步 106年度宗教私优的基优寺庙表扬 我们这边去实陆来进步部长的表扬 透过孙年龙今年是第六年去得到这项音乐 我们也非常感谢透过孙年龙管理委员会 和所有的旅程 和所有的先行台帝 平常是我们的佛祺祖祖 可以让透过孙年龙来得到这项音乐 非常感谢大家 另外孙年龙 除了既然救助辅助入社医院 对地平的体育运动也很重 请在基盘和赞助运动活动 断那地平民族运动健身 这也让他们是算今年的 全国自由运动团体 相互联盟 我们在这个九月之后 透过孙年龙也要感谢 所有的先行台帝的支持 我们每一年都有办进行活动 年龙也有办孙年龙的Q比赛 办很多这个体育运动 我们刚刚好在今年到 又去到达台湾省体育会 表扬的基优体育 基优体育团体 透过孙年龙今年我们有获奏的这个团体 透过孙年龙主委 孙年龙这支插务公益 主要是希望可以促进社会安和落地 透过孙年龙每一年 都有办很多这个社会公益 比如说我们每一年 有办这个做救测 然后有办践行活动 我们也出钱出力 帮助一些善良的孩子 和一些家庭困难的 和教育中心 和华生基金会大家来合作 希望大家社会可以安和 努力快乐 理事由旧的顺天共 不然休会往生 未来要豐富的理事物物 也必须为台湾终究百景一日 是台湾当年龙主买终究生地 记者 宜宁慧 蔡王伯德